祖国那个花朵 最帅那个芒果 大家好 我是那个帅芒果 上次更新出了一个鬼术系统 我一直没去研究 很多小伙伴就建议我去看一看 来看看就看看吧 对吧 这当然谋谋啦 但是当我一看 卧槽 这一看就要2888万买这个古堡 我的妈呀 我一个小祖婆 哪里有这么多钱买这东西啊 对吧 简直浪费啊 浪费 所以呢 大家等我一下 我立马去中钱去 好的 我冲钱回来了 冲了6480万 哇 这主播真是败家呀 居然为了做一期视频 花了几千万 败家仔 不多说了 直接把这个古堡买下 为了住上豪华的房子 我真是够拼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古堡原来还可以赠送的 我的天哪 我都买了 小花怎么可以没有呢 对吧 作为一个好男人了 我觉得有必要送小花一座房子了 嗯 赠送 千万别选错了 小花的名字下面是木偶 哇 送错给木偶的 我就生不如死了 那么问题又来了 送给小花 我该冲给什么东西小呢 这是我第一次送个小花房子啊 我们一直想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然后结婚 生个小芒果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 小花 这是我送给你的房子 我们结婚吧 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很牛逼 什么 你居然说我这个求婚很敷衍 呵呵呵 被发现了 其实这是开玩笑的 要送了就送真的 我正在努力赚钱买房子呢 嗯 扯远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戒指 28888万的古堡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这就是我花巨姿买下的古堡 哦 原来 还真的有点那种西方吸血鬼城堡的感觉啊 隐身恐怖啊 说不定有鬼了 啊 呵呵呵 是不是被吓到了 哎 不要怕 叔叔不是什么好人 啊不对 叔叔不是坏人啊 哇擦 这里面空荡荡的 看到这种场景我又知道 网易赚钱的机会又来了 肯定要买各种家具装修这个房子 哇擦 这个游戏果然很恐怖啊 居然还要装修房子 而且我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角落里为什么有几根蜡烛呢 我突然想起了古代的盗墓贼 他们在开关之前 必须在东南角点一根蜡烛 如果开关过程中 蜡烛熄灭了 就代表牧主人生气了 那么盗墓贼就必须把东西放回原处 并且立刻离开 否则 祖会有性命之由 哇 真的好恐怖的呢 怎么样 是不是汉毛的树起来了 呵呵 看你们还敢不敢说我水视频了 我天天吓唬你们 哎呀 这房子也太空了 还是买点家具吧 哇 这东西老贵了 我剩下的钱只能买一个什么鬼蝙蝠挂饰了 哎 我真是穷呀 那么这个挂饰呢 就放这吧 还算是蛮帅气的 再用这个线索买一个真皮沙发 放这里 还要买一个大沙发 也放这里 好吧 我已经没钱买东西了 看来想要把这个古堡搞漂亮一点 真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呢 所以呢 我不建议大家去弄这个 反正对你玩游戏也没什么帮助啊 对吧 那么我的房子就弄到这了 本期视频呢 也到这了 好的 把我的杰克老头拿出来 跟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